嘉义县政府为了振兴商圈 今年再次举办了嘉义县商圈联合购物节 从10月1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活动 不仅发展在地特色 县府还祭出电动车等超过250个品项的抽奖礼品 要刺激民众的消费力 学生们青春唱跳嘉义县吉祥物 也跟着左摇右摆一同迎接 嘉义县商圈联合购物节的到来 县府和民间团体携手合作 期望带动嘉义县商圈营业额 可口佳腰端上桌 摊位推出马属各式酒类推广在地特色 这次共有16个商圈参与 县长翁张良也跟着四处逛 一口虾子一口豆花吃的津津有味 希望可以在这个月里面突破超过两亿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金额 到嘉义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可以买在地的产品 可以消费在地的产品 顺便可以中大奖 总奖项超过250项以上 去年嘉义县购物节一个月创下2.2亿营业额 县府期望延续家机推出汽车电动车按摩仪等摩采礼品 吸引民众前来让消费力通通留在家 记得菜市场我记得一报道